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 首先课题看一下 Person采集网易云音乐的评论 然后制作词运图 当前网易云音乐评论当中 这些数据 首先我们找到一个站点 首先找到一个站点 当前这个站点的话 我进入到网易云音乐评论 当前平台站点的地址 我也发到公屏上 大家可以进去一下 完了以后 当前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首先如果说 我要去抓取一些音乐评论的话 那么我要选这首歌 在此的话 我就选择一下 最近比较火的人物 就是这家伙 就是这哥们 好吧 我就点击一下搜索 你可以发现这哥们 现在的所有歌曲都被下架了 所有歌曲都被下架了 完了以后的话 看一下第一首 第一首的话 今天我听了一下 就挺逗的 好吧 大家客户的话 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吧 好吧 当前如果说 你选择了一首歌曲以后 比如说我选择第一首 我选择第一首 对吧 选择第一首歌曲以后 那么往下面去翻 滚动你的鼠标滚动条 你就会发现 其实对于每一首歌曲 在我们网易云这个平台当中 它都是有一些评论数据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需求 是不是首先得把这些网易云音乐的 这个评论数据 咱们给它抓下来 对吧 咱们给它抓下来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 把这个地址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这个地址呢 大家可以进入到当前网易当中 可以去看一下 当前这个网易 它的一些格式问题 好吧 以及你也可以分析一下 当前这里面的一些评论数据 它数据请求与响应的数据包 你们都可以看一下 好吧 你们都可以看一下 那么当前在这里面注意啊 我今天针对这个评论数据 我会使用到什么呢 我会使用到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Sylian自动化测试工具 去操作浏览器的自动化 去设置我们当前 爬取数据的一些选项 好吧 去把这些我们想要的评论数据 咱们给它抓下来 抓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最后去做一个词云图 最后做一个词云图 好吧 然后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首先 针对我们使用的这个Sylian 这个工具啊 浏览器的这个自动化测试工具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这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原理 好吧 在这呢 我给大家画一张图吧 比如说当前这个框框啊 这个框框是咱们这个浏览器的页面 好吧 打个比方 浏览器的页面 然后呢 这个页面当中的话 就中间画一个框框吧 这比如说是当前我们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呢 给大家写个图吧 页面 是吧 这比如说就是这个浏览器的这个页面 好吧 然后呢 这个页面的话呢 后续我们使用到一个工具啊 去请求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呢 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话 我是使用的这个Sylian 这个工具去请求我们的网页页面啊 以及最终在说的话 我驱动这个工具是用什么驱动的 我驱动这个工具是用到的我们的这个Python的一些模块 啊 用到Python的一些模块去驱动的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看一下 它底层原理 它是什么样子 首先 我们使用到Python 去操作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呢 它实际上 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 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浏览器的驱动 浏览器的驱动 也就是说 我使用的Python 去操作浏览器的驱动 然后呢 这个驱动可以帮助我们去打开 还有一个网页页面 获取到当前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些数据 是吧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 抓取数据它底层的一个原理 好吧 所以说关于我们当前浏览器的驱动呢 是需要大家去配置一下的 要根据你们浏览器的版本号 啊 版本号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 画个图吧 标注一下 浏览器的版本号 也就比如说当机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把浏览器的版本号 我给它调出来一下吧 好吧 当前我浏览器的版本号呢 是对应的是这个版本 啊 92版本的一个 我们浏览器 然后对应的 如果说你需要配置浏览器的驱动 那么你需要对应的下载 指定版本的驱动 好吧 那么关于详细的一些步骤呢 在这里我之前课程也给大家说了 对吧 配置浏览器驱动的教程 因为你们的版本我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配置需要大家自己客户呢 根据我们这个教程文档 对吧 自己呢 按照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配置一下 啊 一步一步去配置一下 好吧 这关于这一点啊 关于这一点 此后的话呢 当前如果说你配置了浏览器的驱动以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去安装一个模块 安装什么模块呢 安装我们这个Seliliam这个模块 这个Seliliam这个模块是Path模块啊 是Path的一个模块 和我们刚刚讲的浏览器的驱动 它是两个东西 它是两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安装模块呢 我们可以通过Path 对吧 Install 指定我们这个模块的名字去安装 就可以了 好吧 指定我们模块的名字去安装就可以了 是吧 完了以后在这里面呢 我这一行中断命令啊 咱们直接给它复制 复制完以后呢 咱们可以点开我们的一个编辑器下面的这个中断 Terminal啊 这是我们编辑器给他们给咱们提供的一个中断啊 这个中断其实就是我们当前 Windows系统下的CMD中断 在中断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行命令啊 去配置我们整当前这个驱动的安装 或者说配置这个模块的安装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咱们点击回车啊 点击回车 点击完回车以后的话 当前在这个地方呢 他给我们显示的是当前这个version 在那边这个模块的话 有一些安装的另一个新的版本 好吧 有一个新的版本 你们可以当前啊 你们可以使用到这行命令 去安装最新版本的一个 Cellillion这个模块 好吧 当前在这里面的话 是因为我现在啊 在我的当前 Person解释器的环境下啊 是有这么一个模块的 好吧 是有这么一个模块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 怎么去安装这个模块 好吧 演示怎么安装这个模块 好吧 有同学知道对吧 中断生销配置这个scribe的环境面亮 这个是在安装过程当中啊 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去配置的 好吧 所以说大家通过这行命令 安装你的这个解释器以后啊 环境配置好以后 通过这行命令 就可以安装 我们想要的这个模块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安装完模块以后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去根据我们安装的模块 去导入它的一部分功能 就比如说啊 来啊 首先啊 我们可以通过 from什么呢 from我们安装的这个 Cellillion 然后呢 import导入一个这个webdriver 这是干嘛呢 这是导入这个模块当中 浏览器的功能 导入这个模块当中 浏览器的功能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啊 我导入这个浏览器的功能 这是给大家写下注释吧 导入这个浏览器的功能 导入浏览器的功能 这些人不知道 都是CD到pep目录下 然后用pep模块去安装 对吧 那样太费事了啊 好吧 好 接下来啊 我导入这个模块的浏览器的功能以后 那么首先我第一步 我去创建一个什么呢 我去创建一个浏览器的对象 对象啊 那么这个对象的话呢 后续我可以使用到这个对象 对吧 去帮助我们去干什么呢 去帮助我们去 请求一些网页页面 请求一些网页页面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当前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通过 导入的webdriver 注意啊 然后点上一个大写的Chrome 在这里面你选择Chrome 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啊 去创建一个谷歌浏览器的对象 那么像这个自动化输出工具 它除了谷歌浏览器以外 它还支持其他各大主流浏览器的一些驱动 对吧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Firefox 火湖的 对吧 还有IE的 Open浏览器的 对吧 Fantam.js 一个无头浏览器等等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浏览器的驱动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 就教大家 以我们的谷歌浏览器为例子 去教大家去实现咱们今天这个案例需求 好吧 好 这就是创建一个浏览器的对象 创建完以后呢 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一个变量来接受一下它 好吧 比如说我就用一个driver 这个变量的名字啊 你们也可以改 你们也可以改 好吧 那么创建完这个浏览器对象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第二步就可以干什么呢 就可以执行一些自动化操作 执行自动化的操作 那么在这里啊 执行自动化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到比如说driver啊 点上一个get driver点上一个get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帮助我们使用到浏览器的这个对象 去请求网页的页面 去请求到网页的页面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请求一下这个网页页面吧 或者说我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 https啊 然后呢 猫号 双斜杀 3w点百度 点上一个clm 好吧 给大家演示一下 去请求百度这个页面啊 完了以后 咱们右键啊 点击运行 啊 但如果说你的整个的环境啊 包括浏览器的驱动 咱们都给它配抄以后 你就写了这三行代码 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动的去打开一个浏览器的窗口 好吧 那么这个浏览器的窗口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不是哎 请求的就是百度这个页面 以及呢 它会给你显示啊 chrome正在受到自动测试软件的控制 那么啊 像如果说你敲了这三行代码 你运行的这个结果和我一样啊 那么就证明你们之前的环境配置都是成功的 好吧 都是成功的 啊像郑泽辉同学说啊 哪里可以下载谷歌浏览器 这个哪里都可以下 对吧 这个比如说我搜索一下吧 啊 chrome 当前谷chrome吧 应该是这个 这是官方的一个浏览器的版本啊 在这个地址下 你点击这个就可以安装了 好吧 它会下载一个我发的公屏上吧 这个地址 OK吧 呃像有同学可能下载了一个盗版的 对吧 盗版的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浏览器 它和这个图标非常非常像 它好像用的什么双合浏览器 对吧 这个盗版的大家不要用啊 盗版的这个浏览器它是无法驱动的 好吧 无法驱动的 好 OK 呃不是要孩子 不要设置浏览器的驱动路径吗 呃 你像如果说啊 你按照我这个教程 好吧 你按照我这个教程 你给它配置好以后 你是不要设置浏览器的驱动路径的 好吧 啊 你按照这个教程安装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OK吧 好 最终来说的话呢 我执行自动化的话呢 我不要请求这个页面对吧 啊 我不要请求这个页面对吧 啊 然后呢 请求这个页 我是要请求当前这个页面 我要请求这个页面 最终在这个页面当中解析这些评论数据 对不对 解析这些评论数据 是吧 好 完了以后呢 我就把这一串地址啊 咱们直接把它粘贴到我代码当中 我请求这个页面 好吧 请求这个页面 好吧 呃 狗哥也打不开 打不开是因为你配置的问题 对吧 为什么我能打开呢 对吧 呃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大家如果说啊 就你不会配置的话呢 一定要找我们的助理老师啊 好吧 好吧 获取到当前这个浏览器 驱动配置的这么一个教程 呃 根据你当前浏览器的版本号 去下载对应的驱动 然后呢 把它配置到我当前 呃 Person解释系的环境下面 啊 这个我我说过很多次了 好吧 大家如果说不会配的话呢 你可以找我们助理老师 让他帮助你去解决 OK吧 好 完了以后呢 我就请求这个页面啊 最终我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帮我们打 打开了这个页面 对吧 就帮我们打开了这个页面 扫了Chrome driver EXE的一个驱动 你按照我的教程去配置好吧 好吧 按照我的教程去配置好吧 OK吧 这个按照我的走势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啊 我可以100%给你们保证啊 对吧 好 然后呢 执行自动化的话呢 我请求完这个页面对吧 那请求完了这个页面以后呢 注意啊 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需要的是当前这个页面当中的评论数据啊 那么这个页面当中的评论数据呢 比如说了 来我们去打印给大家看一下 来啊 咱们可以通过Print去打印什么呢 打印我们Driver啊 点上一个这个 其中有一个方 有一个属性啊 好像是其他属性 我来找一找 Jiver点上一个 其他哪个属性啊 我不记得了一下子 好 PageSource 对啊 就它 好吧 Jiver点上一个PageSource 它是干嘛呢 它是获取到我们请求页面的HTML数据 对吧 获取 请求页面的HTML数据 因为我们最终通过浏览器啊 请求得到这个地址打开了这个页面 那么我得到的数据就是当前这个页面返回的HTML数据 好吧 那么我给大家打印一下 给大家在中端中给大家打印一下啊 好 中端里面啊 打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些HTML标签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啊 给大家说一下啊 当前在这里面呢 整个的HTML标签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对吧 好 有了以后呢 来 我去找一找啊 当前这个评论 在我打印的HTML里面有没有 在这里呢 你在这里去找 你是发现是没有的 你是发现是没有的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是我们啊 大家在使用这个工具当中 经常性的会遇到的一个坑啊 什么坑呢 在此呢 我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啊 解释一下好吧 大家仔细听啊 这个不要掉坑里去了 好吧 给大家画张图 好 这张图呢 就代表我们当前 我们打开的这个HTML 对吧 好吧 给大家写一个注释 就代表我们打开整个页面 打开页面以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页面下 它有一个概念 也是什么概念呢 嵌套页面 嵌套页面啊 给大家写个名词吧 就是嵌套页面 那么嵌套页面是什么情况呢 就比如说啊 我在当前啊 最大的HTML这个页面当中 我可能还嵌套几个小的页面 比如说里面常见的 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比如说顶部 我们可以用一个嵌套页面 去接收数据 是吧 然后呢 整个页面的这个身体部分 也可以用一个嵌套页面 去进行我们数据的展示 以及页面的尾部 也可以用一个嵌套页面 去展示 那么当前在大的 注意啊 在大的HTML下面 它可能嵌套小的HTML 小的HTML 包括下面啊 下面也是小的HTML 这个也是 小的HTML 包括那尾部也是 小的HTML 好吧 那么针对于当前这里面的 这个嵌套页面情况下 如果说你直接啊 使用到我们当前 这个SLYN工具 它是无法去获取到 嵌套页面里面的数据 无法获取到 嵌套页面里面的数据 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当前在这里面呢 我们当前这个SLYN 它无法获取到 嵌套页面里面的数据 嵌套 这个也不是无法获取到 它是无法直接获取到 对吧 所以说需要我们去 去写一定的这个代码逻辑 去获取到 嵌套页面这里面的这个数据 好吧 这个支点是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第一个支点 好吧 关于这一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别掉坑里了 好吧 OK 然后呢 嘿嘿嘿 这位同学说 老师我刚来有录播吗 有的呀 咱们今天的这个录播 我现在正在录制啊 好吧 你需要的话 你现在好吧 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助理老师 好吧 添加助理老师啊 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打卡签到的话呢 也可以跟着我 好吧 跟着我在我们公屏上 打卡签到 打卡签到之后呢 你加上我们助理老师的 微信联系方式 课后的话 这些录播回放资料 可以找我们助理老师 免费获取 好吧 以及后面进来的各位同学啊 还没有添加助理老师 需要获取咱们今天 录播回放资料同学 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加一下 好吧 赶紧加一下 好吧 OK 好 那么 讲完这个支点以后的话呢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后续 后续来说的话啊 咱们就直接啊 咱们就直接啊 获取到嵌套页面这里面的数据 那么怎么去获取呢 首先来说的话 我们要通过这个Java啊 浏览器的对象 然后呢 去切换 进入到嵌套网页 那么他有一定的方法 比如说我Java点上一个switch switch2 然后呢 点上一个friend 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是进入到嵌套网页 或者说切换到嵌套网页 切换到这个嵌套网页 切换到嵌套网页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后续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方法去进入到嵌套网页 以及在这里面的注意 嵌套网页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右键啊 点击检查 在浏览器当中 调出我们这个开发主工具 这个开发主工具呢 可以辅助我们去看一下 当前浏览器渲染之后的HTML数据 好吧 木木是照片本人 美的冒泡 这个大家是照片本人啊 就他本人啊 只不过稍微有一点点美颜吧 也不多 好吧 这个 这个也剧透了 这个不应该说的 怪我多嘴 好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啊 所以当你打开这个浏览器的开发主工具以后 那么啊 那我们呢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们去可以查看一下 当前他在这个开发主工具当中 HTML的嵌套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所以当前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标签啊 什么标签呢 iframe标签 iframe标签是我们网页牵套的一个主要标签啊 所有的一些网页牵套的话呢 都是用iframe标签去牵套的啊 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给大家结构图 那么这张图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最外层是不是有一个大的HTML 对吧 最外层是不是有个大的HTML 完了以后 在我们当前iframe这个标签当中 它是不是嵌套了一个小的HTML 这个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这个效果的同学 给我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欠的网页 它在这个标签当中 它展示的形式 这个能够懂吧 不懂的给我敲个0给我看一下好吧 我担心有同学就是不好意思敲啊 有没有不懂的 有不懂的现在可以赶紧问啊 看来看来都懂 还是有不懂的嘛 对吧 大家不懂的话不要装懂啊 同学们 不懂不要装懂好吗 像这个正什么 正正财同学对吧 可能基础可能没有没有那么牢固对吧 可能对于这些知识点可能不懂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同学注意啊 那么像我刚刚说了啊 如果说这一块你不懂的话呢 那么对于HTML你可能也不懂 好吧 那么其实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学习过程 好吧 你像有同学可能关于这个概念 可能不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像HTML它是什么呢 啊 HTML是我们当前这个网页 展示数据的一个格式 它是网页展示数据的格式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标签 有很多标签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标签的话呢 它在我们开发网页的过程当中啊 它是需要遵守一定的一个规则的 就是什么数据 对应的 用什么标签 都是有它一套流程规范的 好吧 这里面标签它的作用呢 就是展示数据 然后这里面标签与标签之间 它是有相互嵌套关系的 那么我讲的一个嵌套网页 它就是对应的 在最大的这个HTML标签里面 它嵌套了一个小的HTML 这其实就是我们当前整个网页 它嵌套的一个形式 好吧 整个网页它嵌套的一个形式 OK吧 所以说当前针对这种网页嵌套形式的话呢 我们啊 那么对应的啊 要在我们当前代码当中 使用这个方法 切换 进入到 嵌套网页 切换进入到嵌套网页 好吧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们标签对吧 标签它里面的一些格式啊 对吧 包括呢 我们这些前端的一些标签 它一般的标签 它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在我们的VIP课程当中 后面也会给大家去讲的 对吧 比如说你们在开发网页 你们搭建一个网页的过程当中 那么也会涉及到这些标签 它里面的一个形式问题 好吧 这个在我们这个VIP课程当中啊 老师也会详细系统的聚焦 好吧 好吧 前端有学一点啊 然后同学说 没学Web3000套 难以理解 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 展示数据的一个格式 以及这里面的标签呢 它都有它的一些特殊的含义 然后它标签 它就是用来进行数据展示的 好吧 进行数据展示的 对吧 然后有同学问这个GS难选吧 GS它是另外一门计算机语言吧 然后的话呢 关于GS这一块 在咱们爬送VIP课程当中 也会教大家关于GS的一个逆项问题 好吧 这个在我们这个VIP系统学习课程会教啊 会教 好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学们啊 再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签换到进入到签的网页以后 那么我进入到签的网页以后 来 我再次给大家打印 下面这个数据 好吧 签的网页的话呢 我要根据索引进入进去 要根据索引进去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根据它索引0 进入到第几个 进入到第一个圈套网页 好吧 那么最终来说的话 咱们右键点击运营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好 进去运行以后呢 在这里是不是给我们打印出了这些标签 然后这些标签呢 我再次的来 注意啊 我再次的来 复制我想要的评论 来Ctrl加F 在我们中等当中去查找一下 那么你是不是会发现 这里面是不是有数据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数据了 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这个坑啊 是大家经常性的会碰到的 会遇到这么一个坑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进入到签的网页以后 我拿到了这些评论数据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需要去干什么呢 我就需要去把这些评论数据 给大家全部给它抓下来 好吧 把它抓下来 那么抓下来之前的话呢 首先啊 首先看一下 当前这个页面啊 看下当前这个页面 好吧 那么当前这个页面当中的话呢 给大家详细的去看一下 整个页面 它是不是有一个 页面下拉的操作 是吧 以及我们啊 想要的这些评论数据 是不是都是在页面的下半部分 对不对 那么关于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可能啊 就可以猜测什么的 猜测 当前这一些我们网页 它展示数据的一些情况 它有可能是动态加载 那么针对于动态加载的这些网页的数据 那么我们如果说使用到几个色力量 去操作流乱器的话 针对于动态加载的数据 我们也需要下拉页面 啊 就是你滚动你的鼠标滚轮啊 把它滚轮到这里 对吧 下拉整个页面 让整个页面的数据给它加载 渲染出来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好吧 同学们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下拉页面呢 需要我们去执行这个GS代码 啊 去执行GS代码 好吧 那么谢老板说什么 GS比加网好学多了 别进加网的坑 加网确实 这个代码量比较多一点啊 好吧 注意啊 这一段GS呢 是我复制下来的 那么这一段GS的话呢 它有什么用啊 它是直接啊 直接 下拉 到哪里呢 到页面的底部 啊 底部 那么这个直接下拉到页面底部的话呢 是我用的这个GS语法 啊 自我自己用的一个GS语法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要去执行这一段GS语法 啊 我要执行这一段GS 那么怎么去执行呢 通过Java啊 然后呢 点上一个execute script 啊 把当前你要执行的这一段GS 把它放到我们括号当中去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在这里啊 咱们右键啊 点击运行 啊 那么你就会发现什么 是不是我们当前这个浏览器 它自动的给我们 干到了页面最底部 对吧 是不是看到这个效果没有 你们 你们没有走神吧 啊 看到这个效果的给我敲 敲敲敲敲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吧 是不是直接干到域名最底部了 啊 啊 啊 这个效果看到对吧 好 效果看到了 干到了域名最底部了 那么证明什么 啊 那么证明啊 我们当前 我们当前在这里 哎 是不是所有的数据 它基本上都是有了 对吧 因为我们直接使用到什么呢 我们直接使用到这个色力量 就是拿到整个浏览器 它渲染加载以后的数据 好吧 啊 所以说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同学们啊 在这里 我们通过上述的一些操作 就已经把所有的评论数据 就已经加载出来了 好吧 那么加载出来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啊 我要去干什么呢 我要去解析评论数据 啊 我要解析评论数据 好吧 那么咱们来做吧 那么关于评论数据的解析呢 呃 在当前这个地方啊 那么首先啊 我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评论数据 我要哪些 对吧 那就比如说呢 当前呢 我们来看到第一条评论吧 首先说第一个评论 开始分析企业 在这里 对吧 在这里 首先呢 我用我的元素选择工具啊 然后呢 选择当前第一条评论 啊 选择当前第一条评论 那么第一条评论呢 在当前这个地方 啊 在这个地方 好吧 那么当前这一条评论的话呢 要展开 展开的话 你可以发现 诶 这里面是不是就是当前 我们页面当中 我想要的这个评论数据 是吧 这里的这个评论 我找到了 找到以后呢 接下来啊 同学们 我们就需要去分析 当前这里面 所有的评论 它的标签 对应的规律是什么 比如说我把这标签 把它收缩 这里是可以点击收缩的 包括也可以展开 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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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当前在这里 收缩出来以后的话 你就会 其实就会发现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当前 其实我所有需要的评论数据 都是在这些 DIV标签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当前页面的一个样式吧 首先啊 我鼠标移动到 第一个DIV标签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当前我页面当中 是不是有高亮显示 那么我移动到第二个 高亮显示变成下一个 对吧 依此类推 对吧 依此类推 这里面我移动标签 这个选择的数据 是不是会变 那么证明什么 也可以证明啊 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些 这个标签数据啊 它都在我们这些 DIV标签下面 就在这些DIV标签下面 好吧 好 完了以后呢 这些DIV标签的话呢 后续啊 后续呢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呢 可以使用到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 比如说啊 可以根据它的一些 CSS这个类属性 做一个定位 你可以发现 其实所有我想要的DIV标签 它是不是都有相同的 这么一个class类属性啊 对吧 好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用CSS选择器啊 去定位到 我想要的标签数据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来啊 咱们可以使用到这个Driver Driver 然后呢 点上一个 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or 需要后续到多个标签 element后面 咱们加上一个s element后面加上一个s 在这里面 我就是使用到CSS选择器 去定位到 我想要的所有标签 完了以后呢 当前在这里面呢 我把当前这里面的class类属性啊 把它给复制一个 对吧 ITM的 ITM 咱们直接使用到点上一个ITM 这个点的话呢 就是使用到类选择器 去定位到标签 好吧 那么定位到标签以后的话呢 在这里 我是不是获取到了 所有的这个DIV标签 所有的DIV标签 我都获取到了啊 我都获取到了啊 获取到了以后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DIVS 我用这个变量去接受一下 就代表我们获取到了 所有的DIV标签 好吧 好 已经获取到了所有DIV标签以后呢 我是不是要把每一个标签 把它单独取出来 都单独的操作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构建一个for循环 就比如说我构建一个forDIV 印一个DIVS 印一个DIVS 好吧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在这里面的话 我把所有的标签把它变离出来 变离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根据每一个循环 变离出来的DIV标签 然后呢 同样的啊 调用它的这个 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or 我同样的用CSS语法 去定位到我想要的评论出去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啊 我上面的element加的s 我下面的element没有加s 因为我下面 我只需要获取一个标签 我上面是获取多个标签 所以说我需要加s 所以说我需要加s 好吧 好 同样的在框内部当中啊 就写CSS的语法规则 去定位到我想要的这些标签书卷 去定位到我想要的这些标签书卷 好吧 那么其实像有同学 其实也会有疑问 老师这是什么语法 其实这是 CSS语法 好吧 那么CSS语法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定位到 什么HTML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针对于HTML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到CSS选择器 去定位 包括如果说你不喜欢用CSS选择器 那么你们也可以用XPath 好吧 你们也可以用XPath 甚至于你们可以使用到正折 甚至于你们都可以使用到正折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关于数据解析的方法你们可以自行选择 好吧 其实这几个方法在我们VIP课程当中也会详细系统的去交吧 好吧 确实关于数据解析这一块 你只懂一个方法确实不得行 确实不得行 好吧 完了以后呢 那么在这里面后续继续往下去提雪 往下去提雪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是需要这些评论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评论数据在这个DIV标签发现没有 在这个DIV标签 那么这个DIV标签咱们把它展开以后 展开以后 那么在这里呢 DIV标签 它所包含的文本内容 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评论数据 对吧 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评论数据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直接可以获取到DIV标签 它包含的文本内容 就可以把我想要的评论数据 把它获取下来 那么又因为当前这个DIV标签呢 有一个这个class类属性 对吧 有一个这个class类属性 那么关于这个class类属性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 好吧 完了以后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class类属性我要做一个定位 那么我调出我的contr加f contr加f呢 可以使用到这个对话框 这个框框去辅助我们写 css的语法规则 好吧 去写css语法规则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直接啊 我直接点上一个cnt 然后呢这个空格 我用点去代替 我用点去代替 好吧 那么这里呢取到了35个结果 取到了35个结果 那么这35个结果的话 对应的就是我想要的标签 把它展开以后 是有这些评论数据的 好吧 是有这些评论数据的 放心没有 好吧 那么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把当前这一段css语法 把它沾系到我代码当中去 好 已经我获取到标签以后 那么后面呢 我要获取标签 包含的文本内容 获取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那么当前在这里面要注意啊 咱们直接点上一个什么 点上一个text 这个属性就是获取前面标签 包含的这个文本内容 好吧 那么我们获取到了以后呢 当时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就用一个随便用一个变量吧 用cnt我们这个变量去接收 接收完了以后呢 咱们通过print 给大家去打印一下这个cnt 看一下我们想要的评论数据 有没有获取到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是我打印的html 我给他注释一下吧 这个我们不需要看了 html给他注释一下 然后后面来说的话 是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评论数据 在这里是不是都有 对吧 在这里是不是都有 所以说当时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拿到这些评论数据以后 其实通过分析啊 它其实有问题的朋友们 它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可以发现啊 来 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 这是最后一条评论对吧 这最后一条评论 完了以后我给他关一下 最后一条评论 我把它解析出来以后 那么你发现 它不只包含了评论 对吧 它还有网名 你们要网名吗 如果说按照我的需求 我只要评论数据 那么我就不需要网名 我就不需要网名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后续我要把这个网名给他干掉 怎么干呢 那么注意啊 注意在这里 我就需要使用到证则 我在这里 我就需要使用到证则了 像关于我们这个证则表达式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解析定位到数据 要解析定位到数据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可以使用到证则吧 包括有同学 不要网名要割一下 他想到了用字符算的分割 对吧 这里也没问题 用字符算分割也没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中文形式的冒号 对字符算做分割 然后取字符算的第二个选项 对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后续同学们 我们随什么方法都可以用 你们也可以用字符算的分割 对吧 包括也可以用正在北老师 好吧 然后呢 未来这位同学说 老师我驱动下载问题怎么办 可能啊 同学们 这个问题你们可能就是你的版本 版本下载错了 好吧 像如果说你浏览器的版本啊 我给大家找一下 浏览器的版本号 如果说你下载错了 那么它是无法驱动的 好吧 它是无法驱动的 好吧 同学们 所以说关于这一点的话呢 你们直接可以找我们助力老师 好吧 让助力老师帮助你们解决 好吧 像还有没有添加多助力老师的 有自己问题的 大家都可以找助力老师 好吧 让助力老师帮助大家去解决 好吧 没有驱动哪里会出错 它是下载出来 它是驱动下载问题啊 它不是没有驱动啊 这位同学 好吧 网民不要 需要用户的ID 用户ID哪里有啊 这里面它没有用户的ID啊 这是它这里面只有网民啊 对吧 如果说你要进入到用户ID的话呢 你进入到详细线当中 详细线它没有ID啊 那哪里有ID啊 没有ID啊 我这里没有看到啊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ID的话呢 可能你想多了 可能你想多了 好吧 评论者的ID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用户的一个什么 网民嘛 哪里还有评论的ID啊 没有吧 这是网民啊 这个网民我们不要的 哪里还有ID啊 可以指一下吗 哪个地方 这里面我没看到ID啊 我没看到ID啊 这哪里有ID 没有啊 在DIV里面 比如说随便选一个吧 这里 这里前面这个有ID吗 就这个ID嘛 这个ID你需要对吧 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自己把它解析出来嘛 对不对 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自己解析出来啊 我不清楚 你们要这个ID有啥用啊 这个ID要的话 是可以解析的啊 同学们 这个ID要的话 是可以解析的 懂我意思吗 这个要看需求来啊 如果说我只需要这个评论数据 做一个词语图 我是不需要ID的 OK吧 这里面你写相关的一些 CSS数据解析的一些语法 可以直接啊 获取到这个ID 然后呢 你做一个分割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可以做到的 嗯 就是说看你们的一个需求 好 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把这个评论数据 给它提起出来 好吧 我给它提取一下 那就比如说呢 呃 我用正折吧 咱们来导入一下RE模块啊 首先呢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呃我通过什么呢 我通过import啊 来导入一下RE模块 这是属于什么呢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 正折表达式模块 啊 同时呢 这是一个内置模块啊 内置模块的话 是不需要咱们自己安装的 就是本来解释器啊 它都自带这个模块的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使用到什么呢 我就使用了RE 点上一个find all方法 在这里面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写 正折匹配的语法规则 好吧 就需要写一些原字符 那么我需要的就是后面 就冒号后面所有的数据 才是我所需要的 对吧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用冒号后面 咱们来加上一个点心 就冒号后面 不管是什么我都要 啊 冒号后面 不管是什么数据 我都要 因为所有的评论 是不是就是这些 冒号后面的 对 好 完了以后在这里面呢 这是第一个正折表达式的 预法规范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需要在哪里匹配 而我需要在这个CNT当中 在这里去匹配 提出数据 啊 以及返回的 它是一个列表啊 它是一个列表 好吧 然后列表的话呢 我给大家打印一下结果吧 那比如说呢 我同样的用一个CNT 把这个面量进行一个覆盖 最终给大家去运行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 我们这个评论的 这个作者就没了 对吧 评论作者就没了 这里面 打印的是啥 CNT R1点上一个翻道 这里面的话呢 我要打印的这个 我要把它放到下面去 是吧 来 咱们重新运行一下吧 对吧 好 我们俩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它就是把我们啊 想要的数据呢 把它收集出来 返回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的话呢 列表里面啊 注意 只有一个元素 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说我根据列表的 所以取值 对吧 把它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把它取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当时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做到这里以后的话 注意 我做到这里以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它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评论数据给它保存 好吧 给它保存 那么关于数据保存的话呢 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会通过为之open啊 咱们来打开一个文件 好吧 来比如说我就保存为这个content content content点上一个txt吧 content点上一个txt 在这里面是有一个 把文件给它删掉 好吧 这位文件名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model 在这里面我用a 追加的方式写入文件 第三个指定当前这个文件的一个编码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utf-8 utf-1-8 好吧 完了以后呢 as一个f文件对象 最终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可以通过f文件对象呢 点上一个ret 去写入我们评论数据 去写入我们的评论数据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没写一条评论 咱们来加一个换行符 好吧 加一个换行符 杠恩 注意啊 这个杠恩的话是属于我们这个换行符 就没写一条评论 我们就换一行 没写一条评论 咱们就换一行 好吧 那么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咱们按右键 点击运行 同样的在这里面的话呢 把数据给它爬完之后啊 它会直接把这里面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保存 直接把这里面的数据进行一个保存 在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啊 牛蛙 看一下 牛蛙牛蛙 没问题啊 最后面是这个更重量级 看一下我这个数据 好吧 奈何做贼 这是第几页啊 这是第一页 翻新刷新一下吧 像现在啊 因为这哥们这哥们最近比较火啊 这哥们最近比较火 所以说我们的评论它也不但在刷新 看到没有 我以为评论数据有错误呢 对吧 这个看来我想多了 看来我想多了 好吧 这里面的评论是在不断的刷新的 不断的刷新的 好吧 好 完了以后在这里注意啊 我获取到这个评论数据以后啊 获取到这个评论数据以后啊 那么对应的 涉及到有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我接下来 我要把这个评论数据给它翻页 我要把这个评论数据给它翻页 好吧 那么关于这里面啊 翻页的操作 来 我给它写一下吧 我给它写一下 就是啊 我们看一下啊 当前评论的话呢 看一下它后面有翻页的操作 有翻页的操作 怎么翻页啊 翻页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浏览器自动的点击翻页 让浏览器啊 自动的点击翻页 同学 当前在这里面呢 来啊 咱们呢 当前在这里啊 就看一下 我代码逻辑开启在哪里 好 在这里面呢 在这个地方吧 就是啊 我扒取完这一页以后 那么我接下来翻页 我接下来翻页 好吧 那么关于这里面的这个翻页逻辑啊 翻页逻辑的话呢 在当前的这里 就是每爬完一页的话 我是不是要这个翻页 是吧 那么翻页的话呢 我需要写到货循环外面啊 那么同样的啊 我通过这个 driver 对吧 然后呢 点上一个 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or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定位到一个下页的这个标签吧 好吧 当然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下页标签 是吧 用一个下页标签 对吧 那么下页标签 我来选中一下 我来选中一下 那么下一页标签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类属性吧 这个类属性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类属性的话 有几段 有几段 那我可以随便随机选一段吧 随机选一段 咱们来用类选择器 咱们来选中一下这个标签 这里面取到的结果呢 是一个结果 对吧 取到的结果是一个结果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找到下一页的标签 找到它以后的话 咱们是不是要点上一个click 你找到下一页标签 你是不是要点击 找到 下一页标签 是不是要点击 对吧 所以说我们找到它这个标签以后 我们就点击 对吧 有东西想弄个函数 这个弄个函数的话 我就从上网上写吧 因为我前面没有定义函数 所以说现在写函数 你们可能又有点懵逼啊 我就从上网下写吧 好吧 包括用弄函数也可以啊 然后有些人说要弄成低规 低规的话呢 如果说你爬到后面 没有下一页啊 它到底没数据啊 仗也没数据 还包括我这位同学说 付我外面写的话 还能还还能写吗 是不是换个地方写 这下一页和我数据写入 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吧 下一页 对吧 和我数据的写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吧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同学们啊 在这里 我就这一页数据跑完以后 我就点击下页 我就点击下页 好吧 那么当前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啊 当前这里面啊 我点击完以后 那么你想点几次 你想点几次 当前这里面啊 有这么多页数据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循环点击 我们可以循环点击 同学们 这都是可以的 对吧 那比如说那我在当前啊 45行这里 来 我再次构建一个货循环 那比如说我固定一个 for page in一个 range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是用它干嘛呢 用来控制我们这个翻页 来控制我们翻页 就是你想翻几次啊 同学们 好 这个能够明白吧 比如说我想翻 我想翻实页 我想抓取前面实页数据 那么我就把下面这个逻辑 把它依次的 把它执行十次嘛 对吧 就依次把它执行十次嘛 对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控制翻页 是通过这个循环控制的 好吧 下面这个循环是干什么的 下面这个循环是控制我们数据 抓取以及保存的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逻辑大家理一理 不是按照执行的 不是按照什么 不是按照行执行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懂了 懂了对吧 我以为你说啥呢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咱当前在这里面的话 注意啊 这个数据是保存下来的 对吧 数据是保存下来的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我首先把它干掉 把它干掉 干掉以后呢 咱们运行 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看一下页面效果 看下页面效果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报错了 报错的话我们来解决一下 报错咱们来解决一下 其实这里面的报错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是吧 完了以后 在这里面的这个报错的话呢 实际上在这里面啊 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翻页太快了 翻页速度太快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啊 就翻页的话呢 我们就要必要的去设置一个延迟 必要的要设置一个延迟 好吧 那就比如说 那我导入一下一个模块吧 咱们import导入一个这个time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呢 超市属于我们这个时间模块 可以处理我们当前程序的延迟 处理我们当前这个程序的延迟操作 好吧 好 完了以后 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去每趴一夜的话呢 我就去给它休息一下 好吧 就比如说呢 我通过time 点上一个slip 每趴一夜的话 我就休息一秒钟 好吧 每趴一夜的话 我休息一秒钟 最终来说的话呢 我重新给大家去运行看一下 这里面又爆出来 不对啊 看一下 这里面是这个地方爆出来 CNT CNT 这个地方也要把它搞下来 这个给它套娃 给它套 套迷糊了 对吧 是吧 你像上面这个 你翻页的话 这个东西要把它搞出来 就是你翻页的话 上面你获取所有DIV标签 这里的逻辑 你也要把它循环把它搞出来 好吧 咱们来重新看一下 再看一下效果 这里面又爆出了 看一下 这里是ZNXT 找不到这个标签吗 解密太难了 这不是解密啊 这不是解密啊 咱们来看一下吧 咱们来看一下啊 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找到 我看一下我的一个主页面 看一下我的这个主页面 当前前面的话 是获取这个DIV标签 或者这个ITM标签 前面后面的话 是提取到它那个评论所对应的标签 对吧 后面的话就是去提取评论 然后保存 保存的话呢 当前在这个地方 find the element by CSS selector 然后呢 ZNXT 然后点上一个click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不清楚啊 有一个问题 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啊 我们啊 在当前 注意啊 就是你点击下一页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个加载 是吧 这里是不是有个加载 你加载这个效果看到没有 那么像数据加载的过程当中啊 数据加载过程当中的话呢 它有一定的时间问题啊 它有一定的时间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时间问题的话呢 关于这个时间问题的话 我就设置一个 当前浏览器的 等待方法 Java 点上一个implestible wait 就是浏览器的一个影视等待方法 那么它可以让 让什么呢 可以让我们浏览器 加载的时候啊 让浏览器加载的时候呢 去 帮助它去渲染页面 渲染页面 而且它的渲染页面的过程 它会等待 它会等待浏览器渲染页面之后 才进行这个下一步的操作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来看一下吧 好吧 看一下这里面有啥错误 这个driver 点上一个find element by css select 看起来好像没啥错误啊 那么我代码楼去再次运行看一下吧 好吧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是吧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翻页的话呢 是不是翻到了第七页的吧 第八页第九页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确实有我们浏览器啊 它在渲染加载的过程 就你们向你们请求一个网页 它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是吧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你是不是要给它一定的时间 去渲染加载整个网页 是吧 所以说有时候啊 幻影使用到这个 serlilium啊 使用到这个serlilium啊 它是 预速 则不达 所以说有些很多情况下 我们要等待它渲染加载玩 等待它渲染加载玩 好吧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前我就把我们当前啊 这 一实验的数据 所有的这些评论啊 我们就给它抓起来 好吧 那么抓起来以后 我们是有用的啊 我们是有用的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后续朋友们啊 在这里 我们抓到数据数据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这个词语图